比上次來吃的時候更好吃 我覺得我快溶爛了 而且今天吃起來特別特別的多汁 一切都是聽天有名 色澤超美 哈囉大家好 我是Alison 很熱 非常非常的熱 現在外面的氣溫大概是36-7度 但是我覺得 體感溫度應該有個48-49 我覺得我快溶爛了 今天我想要開箱的是 網友激推的台北必吃便當店 為什麼今天想要做這個主題呢 因為我很愛吃便當 其實就是新加坡的菜飯 平常在新加坡 然後如果不知道吃什麼的話 就會吃菜飯 還蠻喜歡吃便當的 所以我個人其實對便當 是有一個很深厚的情感 就是會覺得 臨時無刻都要看到便當 然後我特別要心安 也算是台灣的 庶民文化美食之一吧 其實是一個蠻能代表台灣的食物 那今天我們要去吃五間 是我自己大概有精挑細選了一下 每一家店呢 各有各必點的招牌菜 好 那話不多說 我們現在趕快出發吧 走 走 走 第一間我要吃的變肉 就是在善导四站附近的青島排骨 那他們家是我非常非常多新家朋友 特愛來的一間店 他們覺得他們家的排骨就是美味到一個極致 那我個人是覺得還不錯啦 但是沒有到這麼誇張 每一次我新加坡朋友他們來 他們一定會去這一間 理所當然就是點他們的招牌排骨飯 那他們的排骨有分滷排骨還有炸排骨 我個人是覺得炸排骨會比較好吃 然後你去買他們家的便當呢 一定要一定要拿的一個小菜 就是這一包 超好吃 這個小菜超下飯的 你一定要拿 他們家一個排骨便當是95塊錢 份量算是正常的尺寸 然後它的配菜是不能自己選的 一切都是聽天有名 先給你看一下它的炸排骨 超大一片 誠意有夠 看起來顏色非常的漂亮 很飽滿的那種金黃色 肉眼上是看得到蠻多的黑胡椒粒 先吃一口 我覺得好像比上次來吃的時候更好吃 這次的排骨醃製的稍微有更入味一點 而且今天吃起來特別特別的多汁 是我很喜歡的那個口感 好好吃 黑胡椒香氣是還蠻濃郁的這樣 它的皮你會看起來好像裹得很厚的粉對不對 其實它吃起來不會 它的排骨啊 本身的厚度 我覺得也是算剛剛好的 不會讓你覺得太飽 然後咬起來就是沒有什麼口感 也不會太柴或是太難入口 就是非常完美的狀態 我先來加一點那個辣蘿蔔 因為他們家今天是11點開門 我就是在他們剛開門的時候就先到了 這個蘿蔔乾呢是它剛炒好的 所以還是熱騰騰的 真的是非常的夠味 而且它的辣勁很強 所以你會吃起來 你不會覺得只是一味的麻的感覺 它其實有那個辣香 很好吃 然後蘿蔔乾的口感也非常好 就是咬起來非常的清脆 它的辣度又持續在那邊 然後一直在燒的感覺 你會覺得哇很爽很過癮 雖然是天氣這麼熱的情況下你去吃啊 你也會覺得很下飯 吃一下它的這個胡瓜 他們家小菜我記得好像就是還OK吧 胡瓜就是稍微偏硬一點 我喜歡再軟一點點的口感 然後他們還有白菜 嗯 滷白菜很好吃 所以它蝦米的香氣非常的重 不是到那種非常軟爛的那種 但是它的口感我覺得是適中的 好吃 這是什麼 油菜 應該是油菜吧 嗯 這菜我就覺得還好 稍微偏苦一點點 吃一下它的滷蛋 好吃 非常的入味 但是會有一點點小鹹 就看起來其實沒有到這麼入味 其實它非常非常的夠味 基本上都是偏重口味的啦 除了蔬菜類的味道 就會稍微比較淡一點之外 豆干 嗯 豆干也是蠻入味的 但是也是偏鹹一點點 跟那個滷蛋一樣 應該是同一個滷汁滷出來的 來自同一個家族 總之呢我覺得他們家的炸排骨飯啊 我很推薦 獅子頭便當還有鱈魚排便當也很好吃 這兩個大家來的話也可以試看看 在台北我覺得沒有到名氣最響亮 但是品質上來說 我覺得他們家是數一數二的啦 然後再加上我很多新加坡朋友也很喜歡 因為他們只要一來台灣玩啊 就一定會去沖這一間 回見 現在第二間呢我們來到了在台北車站和北門站附近的正濟豬腳飯 現在第二間呢我們來到了在台北車站和北門站附近的正濟豬腳飯 也曾經被時尚玩家有報導過 是他們大推特推的一間豬腳便當店 我今天點的就是他們的招牌豬腳飯 他們有另外一個很受歡迎的餐點就是 東坡肉便當 但我想說既然他們家主打的是豬腳 所以我今天想要來試看看豬腳便當 整體感看起來是偏肥的那種 色澤超美 顏色是非常非常的深 就是那種黑金豬腳 嗯 好Q喔 你吃到它很重的那個膠質感 就是它放在嘴巴裡是非常黏牙的 煮到很軟爛之餘呢 但是它不會失去它的那個口感 非常的好吃 它還是很Q很Q 顏色上看起來很深嘛 你會覺得好像看起來很鹹 其實吃起來不會耶 它的那個味道滷的是剛剛好的 吃一下它的白飯 配它的那個醬 八角嘛 感覺他們家的那個八角 好像也是用的蠻重的 嗯 好吃 偏鹹一點的那種 然後比較少一點甜味 其實它連那個瘦肉的地方啊 也不會柴耶 吃起來是那種彈牙派的 這家 蠻厲害的 不愧是老店 果然是名不虛傳 我現在來吃一塊這個 看起來非常非常的肥啊 這塊 就是我最愛的 嗯 好肥 哇 好好吃喔 平常不吃肥肉的人可能不太敢吃 因為它是一整塊都是肥肉 然後它幫我片成一條一條的 我自己吃起來我是覺得非常的過癮啦 就是一個爽 如果有再多一點點甜味我覺得會更好吃 但是這是我個人口味 但它的肉質跟色澤來講已經是做到爐火純青的地步了 吃一下它的滷蛋 它滷蛋也是超級黑 很久沒有看到滷到這麼深的顏色的滷蛋 它裡面的那個顏色都滷得好深喔 滷蛋我就覺得比較普通一點 我會比較喜歡剛才那個青島便當的滷蛋 比較對味吧 它們也是有附那個蘿蔔乾 配酸菜 它們蘿蔔乾是切的比較大塊的那種 辣度的話沒有剛才那家那麼辣 然後吃起來是偏酸一點 但是會有一點過鹹 蘿蔔乾的話我也是比較喜歡剛剛前面那一間的 酸菜很酸還不錯 酸菜可以 高麗菜感覺就是一般啊 它的高麗菜基本上就是沒有什麼味道 所以整體吃起來呢 我個人對它的滷豬腳非常的驚豔 下一次我會想要試看看它的洞坡肉 聽說也是很厲害 有吃過的人也可以在這邊跟我分享一下 是不是值得去試試 那現在我們就去下一家 好接下來第三間我們來到了是在台北西門町中華路一段上面的 玉林雞腿大王 其實在之前我曾經有拍過一集是西門町美食 然後那一集一播出之後呢 有非常多的網友跟我大力推薦的一間 雞腿便當店 那這間我也是沒吃過 然後今天第一次來試看看 店面是很小 然後小到會讓你可能不經意的忽略掉的一間店這樣 聽說平常的時候他們生意是很好的 我今天就點了他們的招牌也就是 雞腿飯 這樣一份呢單價比較高是150塊 算是目前吃下來最貴的吧 它的配菜是給很多啦 有高麗菜冬粉然後海帶絲滷豆腐還有蘿蔔乾 這個不知道是什麼 感覺應該是甜不辣 這我還蠻好奇的我先吃一口這個 真的是甜不辣 我來先吃一下它的雞腿 看起來皮也是偏薄的那一種 厚度呢不是算厚的 嗯好吃欸 它的皮真的是比我想像中的再更薄一點 而且好酥脆喔 所以它吃起來是不會太鹹 然後有點胡椒香氣 後面會有一點甘甜甘甜的味 雞肉是不是算非常多汁的那一種 但是是嫩的 重點是它的皮很薄非常的薄 但是非常的脆 它的架功蠻強的 脆度有嚇到我 有一集是拍那個天母的美食 有一間是圓環滷肉飯 我覺得他們家的雞腿吃起來 裡面會更有味道一點 然後會更香 但是他們家是屬於 裡面的調味鹹度 是算中間偏淡一點點 就是如果你比較淡口味的話 你可能會喜歡這一間 它冬粉看起來是不錯 偏軟爛一點 然後味道也是稍微比較淡 油豆腐 油豆腐有吸飽的那個滷汁 然後口感就是偏軟一點的 欸他們的高麗菜還不錯欸 還蠻鮮甜的那一種 然後口感我覺得也是 算恰到好處 海帶絲 海帶絲 一般的海帶絲 目前好像吃到的便當啊 都有放那個蘿蔔乾欸 好脆喔 它是目前三加起來 最脆的蘿蔔乾 但是也是最鹹的 吃進去之後那個鹹味 直接串到頭頂的感覺 然後他們的飯也是 不算滷肉飯吧 應該算肉燥飯 它的肉是屬於比較偏瘦的那一種 瓜子肉飯的感覺 還蠻好吃的 雖然肉燥飯跟滷肉飯比起來啊 我個人會比較喜歡滷肉飯 因為是偏肥的嘛 這個肉燥飯我覺得算是還OK的 吃起來也不會太鹹 反而還稍微偏甜一點點 我覺得他們家唯一的缺點 就是有點太貴了啦 因為這樣一個雞腿便當要150塊 我平常可能不會花這麼多錢 去吃一個便當 100-120左右我覺得差不多了 那他們家就是單價稍微高一點點 所以CP值的話我就覺得沒有到很高 但他的小菜給了又很多樣啦 所以就你們自己斟酌 重點是他的雞腿我覺得味道真的是還不錯 蠻適合那種平常喜歡吃清淡口味的 那現在我們去下一家 接下來這一間呢就是小肥便當店 它其實是在松山區還蠻有名的 尤其是還蠻受電視圈的朋友們的歡迎 剛好在一個轉角處的一間小店 他們家最有名的就是東坡肉便當還有燒肉便當 今天本來要買的是東坡肉便當 但是我們去的時候已經賣完了 反正我都沒吃過 然後就很隨心就是來吃看看 他們的燒肉便當聽說也是很厲害 這樣一個燒肉便當呢是90塊錢 便當的份量是算偏小一點的 就是感覺女生一個人應該是可以吃得完 有點像是黃糟肉 然後它是用炸的 這個我喜歡 我買他們的便當是稍微放了一下才吃的 雖然會有一點點已經軟掉了 但是其實它外皮的部分啊 還是保有一定的脆度耶 我覺得很好吃耶 有醃製的醬料味 那個醬香我很喜歡 它是有一點點鮮中帶甜的味道 就是很有古早風味的燒肉 應該是甜不辣啦 還不錯還蠻Q的 他們的滷白菜也蠻好吃的 所以有滷出那個白菜的鮮甜味出來 還有那個蝦米香也有 試一下它的滷蛋好了 它滷蛋其實顏色看起來是比較沒有滷的那麼入味 就是它顏色沒有很深 滷蛋也是很鹹 配飯起來就好多了 最主要呢是這個燒肉 它的那個厚度也是切得剛剛好 很方便入口的厚度 它入味其實沒有到這麼的重 這樣就是淡淡的調味而已 主要是我覺得他們的蒜味會比較重一點 如果我是住在附近的話 我應該會蠻常來這間店買 下次我想要來吃看看他們的東坡肉飯 現在第五間也就是最後一間了 我們來到了是在士林夜市這邊附近的一間 叫做時來運轉的便當店 那它其實是在明傳大學的學區附近 基本上他們家的客群主要是以學生為主 像之前我去的話我就覺得 哇自己進去之後瞬間就是 沉浸在一個青春的食堂裡面 所以他們家其實蠻貼心的提供的服務就是 你在現場吃的話 可以蓄那個滷肉飯 還有你飲料也可以喝到飽 外帶的話呢它會另外送一杯600cc的飲料 你也是可以選 今天的飲料我也是選了奶綠 奶精味蠻重的但是又覺得 喝起來很過癮的那種好喝 他們家我有吃過的是雞腿飯 算是蠻有名的啦 然後我覺得吃起來是還不錯 但我個人還是最喜歡的是 圓環的雞腿飯 我今天點的是另外一個品項 就是他們也非常非常熱門的 叫做鹽酥雞塊飯 這樣一個便當呢是100塊錢 外帶的話還蠻貼心的 他們會把你把鹽酥雞也就是主食 然後另外用紙袋裝起來 但我覺得CP值還蠻高的點 就是外帶的話 它也會主動問你說 需不需要加飯 還蠻特別的 我很少看到外面的便當店 有在賣鹽酥雞的便當 先來吃一口他們的鹽酥雞 他們家我也是放了一下下 吃起來皮還是脆的 然後你看一下它裡面雞肉的部分 它不是到非常多汁的那種啦 但是其實吃起來我覺得 濕潤度也是夠的 我覺得很特別的是吃到它的雞肉裡面 有那種花椒油的香氣 還蠻搭的欸 好像是中式的花椒油 川菜的感覺 然後搭配到台灣的台式鹽酥雞的味道 有一點那種小小的混搭風 我的人生真的沒有辦法對花椒味 會停不下來 真的真的會停不下來 我現在來吃一下它的滷肉飯 肥瘦比例的話是 算是一半一半這樣子 嗯 好吃 滷肉飯啊 就非常非常的台味 它那個油蔥酥的味道特別的明顯 吃一下它的豆腐 感覺好軟嫩喔 就是呆呆的這樣子 嗯 不是豆腐啦 是蛋 它的蒸蛋也太好吃了吧 醬油的那個醬香味啊 吃起來就是很順口 然後後面會有一點回甘的感覺 好好吃喔 裡面啊 雖然吃起來不是那麼細滑的切面 但是你會覺得 每一口都是很有味道的 炒高麗菜 高麗菜好甜喔 是有合理的那種甜 他們這樣飯粒吃起來 就會有一點軟軟的這樣子 所以我飯的話我就比較沒有那麼喜歡 但是其實基本上 他們家的主食啊 就是他們的鹽酥雞 或者是他們的滷肉飯的滷汁的部分 另外三樣小菜 我覺得都很好吃 這件的話我覺得你可以來點雞腿飯 還有我今天吃的這個 鹽酥雞快飯 不錯 好 現在我已經吃完五家的便當店 個人現在呢 已經飽到頭頂了 很幸運的今天吃下來 完全沒有一家是采雷的 雖然可能沒有到十分啦 這麼誇張 但是小說都有個八到九分之間 我覺得真的是還蠻厲害的 從剛剛吃到現在 然後回憶起來 會讓我近期想要再去吃多一次的 是那個青島排骨 因為我覺得它那個 辣蘿蔔乾真的太好吃了 還有它的排骨我覺得也是很讚 炸到恰到好處 塗膠的那個香氣 可以讓你一下就把那個排骨給客光 所以那一家的話我覺得 目前是我心目中 會想要再去二房的店 同時那家也是很多 我的新加坡朋友 最愛的台灣便當店了吧 沒有吃過的朋友呢 你們可以去試看看 應該也是蠻符合新加坡人的口味 如果還有其他 是你覺得 其實它應該在今天的榜單裡 但是卻沒有出現 你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喔 如果你喜歡今天這支影片的話 不要忘了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然後開啟小鈴鐺 下次見啦 掰掰 下次見